我們看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有一個算式是這個樣子 這個方框代表一個數 那麼他現在問說 這個算式 當你填入某個數字以後 要問什麼時候他會有最大值 這個最大值是多少 他說這個算式的最大值是多少 好,那我就把這個叫做位置數 看個位置數 為了方便我用x代表 我要x代表 那這整個值我叫做大f 叫小f 這整個值叫小f 也就是小f是等多少 是等50-x 乘以多少呢 這x加上10 這樣子 那這個剛好是一個拋物線 他0點 什麼時候會等於0呢 當x等於50 或是負10的時候 x等於50嘛 負10的時候他會等於0 而且他手向技術 而且他手向技術 小0 所以他往口向下 往口向下 所以他會有最大值 什麼時候會有最大值呢 就是這兩個的終點 大概x等於這兩個的終點 是有最大值 因為它是對稱 因為它是對稱 這兩個值的話 它是對稱以某的對稱軸 那是終點多少呢 50-10除以2 這40嘛 40除以2這20 就你x代20的時候 它會有最大值 也就是說 它的最大值是等於多少呢 是你m代多少代20 大20下去 就是50-20 這20加10 這30這30 30乘以30就是900 所以答案的話 是900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選C